幽默 花蓮地區的整個文化 特別是我們的原民文化 都有的一些特色 更是值得我們重視 社會的一個非常珍貴的 寶貴的一個資產 所以來到這邊 希望能夠看看我們 怎麼能夠讓花蓮的價值 花蓮的光彩 以及它的建築 讓全台灣和全球 都看得到 我也了解觀光對我們的東部地區 特別是花蓮地區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員 另外一個就是 有關花蓮的交通問題 交通問題 剛才我有提到的簡報 看出來就是 不管是在公路或者鐵路改善上 雖然這裡面因為跟警官 或者自然社會之間 過去長期來有一些爭論 但是呢 我們總是在這裡面 社會是不同的意見 總是有 難免會有提搭 但是在這裡面總是有一些 一定的結論 特別甚至不一定的 這些計劃 我們一定要全力能夠落實 剛才所提到的 就是 花蓮地區 我們長期來 民眾的一個最基本的需求 希望能夠安心的回家的道路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 在出發改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 要落實 能夠自己 無期的 完成 其實我們要知道 最近的 全球的 全球化之後呢 造成的 這個伊連參與 進去台灣其實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特別是這個 我們看到這幾年 我們的所有產業的衰退 以及 我們的這個 一個外需的民主 造成的 我們整個市場的 固定性 這問題呢 如果要不夠解決的話呢 其實我們一定要增加 略格的類需 在增加類需裡面呢 我們要改善 我們的投資環境 要讓民間企業 投資能夠增加 這是忽然很重要的 畢竟呢 投資環境的改善 不是馬上就有 裁造效果 所以在這個 過程中間 還是有 政府可以做的 政府可以做的中間 最重要的就是 增加投資 現在政府呢 只要是 對我們的 國內的公共同事 只要是 對我們的競爭力 其實基礎堅持有幫助的 這個部分 是沒有任何 俱善的限制的 只要是能夠做的 我們都應該做的 這是我們的基本的原則 花年未來的發展 當然 現在是 交通問題要解決 觀光的轉型 或觀光的改善 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的建設部分 我們也是要繼續去推動 或者是像 編民文化 什麼樣能夠讓我們 在整個的觀光裡面 都展現出它的各社出來 其實它的附加價值 這個部分呢 也是要做的 但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覺得花蓮還是有很多 很多的機會在 我們需要把這個整合起來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這些整合成 都讓花蓮地區很多 現在花蓮地區很多 現在花蓮地區的聯繫 都到幾乎地區 到台北 然後幾乎地區 就是台灣的幾乎地區工作 他們有更多的機會 願意來把這個 花蓮地區在花蓮生根 把他們聯繫的一些想法 都帶到花蓮來 讓花蓮產業 和花蓮整合成 我們都能夠提升 那要做這個事情的話 其實還是有很多 有很多機會 所以講說 農業在花蓮 其實還是有很大的成立 那麼我們有一個新農業的政策 我們希望這個農業新農政策裡面呢 在花蓮裡面能夠增加 我們的這個資源的投入 讓未來的這個 台灣的農業 在花蓮地區 能夠有更大的發展的中間 甚至於呢 我們知道 台灣呢 其實是四面環海 怎麼樣能夠讓海洋的資源 做最多利用 這裡面還是有很多的機會在 再來我們希望未來的 看到花蓮呢 是一個生態 保育做得非常的好 而中國 這個在環境保育上來說 是非常這個 就是標準 而且非常能夠受到 這個 我們的社會大眾的肯定 但再一方面呢 我們希望我們居住的人呢 他不只是 基本的生活需求 醫療教訓一點點 同時呢 他的教育 將會跟當地來結合 所以當地也要跟當地產業發展 做結合 也能夠讓人家 當地的其他的一些 或者是稀有的這些資源 或者是一些特有的一些 他這個地理環境上的優勢 也能夠重新發揮 這樣能夠看到花蓮未來的前景 好 謝謝大家